去年一整年 其实我们笼罩在疫情之下 不过有一个产业 非常的夯就是半导体了 也包含台湾的护国神山 台积电也成为了 全球的一个关键角色之一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们调出数据 确实2021年的晶片 销售非常的高 它的销售额来到了 5559亿美元 创下了记录 因为跟前一年比较 是增加了26.2% 那当然这样子的 这个产能可能会持续扩大 所以包含台积电 Sansom跟Intel 都花了数百亿的美元 在投资建厂 所以目前预估 晶片制造商扩大产能 到2022年 就是今年还会增加 来到8.8% SIA的首席执行长认为 需求仍然非常的强 而且倾向增长 但是不会再出现 疫情大流行期间的 弹工效应 那我们要看到 在去年半导体的销量 是1.15兆 尤其汽车的晶片 264亿 年增34%是最大的 但是也要想到 中国大陆是最大的 半导体市场 因为看看它的数据 销售额只来到了 1925亿元 请支持专门报导 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给大家看